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呢 是这几年越来越常见的这个所谓的战术夹克 那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在这个购物平台 或者是在这个实体店里面 都已经看到了这种像我身上穿的这种所谓的战术夹克 那它跟这个普通的户外穿的这种夹克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那首先就材质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那这个战术夹克呢 像我身上穿的这一件使用的材料 一般会是这个鲨鱼皮 short skin的这种布料 它有一定的这个防风防水 然后有一定的这个排 透气排汗的功能 但是它这个功能上面 布料的这个功能上面来讲呢 可能还不是像这个高端的这些户外夹克的功能这么齐全 那这战术夹克它的这个特点 到底是在哪里呢 最主要是在它的剪裁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袖子上呢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储物的这个空间 那这个除了这些储物的空间之外呢 它最大的特点会是这两边 跟身体平行的这种这种大大的拉链 那这种设计呢 是有它的原因的 因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呢 你这里面可以储存 最多可以储存四个标准的Static代价 然后同时呢 你有可能如果说在你的这个所在地区 法律允许的情形之下呢 你这里面还可以储存手枪 它同时呢 里面还有这个更小的这个内袋呢 可以让你在多余的存放这个备用的手枪弹夹 然后同时呢 它在背后也会有这个多余的空间 那这是你如果说有空的弹夹的话 你可以或者是 或者是有这个 有这个用到一半的弹夹呢 你可以拿来做暂时的一个储存 然后它这个设计呢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像我现在如果穿着防弹板 如果或者是我穿着这个Chess Rig的时候呢 很多传统的口袋就会被这个遮住 那我没有办法手伸进去拿东西 那侧边的这种大型口袋呢 让我能够在穿Chess Rig 或者是穿防弹板的情形之下 还是可以正常的手伸进去拿 拿我储存的东西出来 所以这个 以上这两个原因呢 就是一般的战术夹克 跟这个户外穿的夹克 最大的不同 那如果说各位朋友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那请 一帮我点赞 二订阅我的频道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